Hello 大家好 又到了新手學頻道的時間 之前我教大家用點擊助手製作足球小將夢幻隊伍 那個Online自動無限打的劇本 有不同的朋友都有遇到不同的問題 現在我就跟大家講解了 問題一 如果主辦者解散了隊伍 劇本就會維持了 好像這個情況一樣 主辦者已經解除隊伍 劇本就會維持了 我們應該怎樣做呢 首先會去5的按鍵 把設定改一改 改回次數 7 次改成一次 之後按加好 變成7的按鍵 在第6的按鍵 把1萬改成3000 即是3秒鐘 按鍵次數也是這樣一次 把這個按鍵移到OK的位置 然後把7的位置 把時間改成3000 即是3秒鐘 然後次數改成5 其實這個步驟只不過是把之前的第5按鍵 把它拆散成為3個部分 將其中的部分移到視窗OK的位置 令到視窗消失 之後按加好 變成有第8的按鍵出來 然後第8個按鍵 我們也是改回之前的設定 一樣 改回10秒 即是1萬 之後按一次 設定就設定好了 我們就準備試一試劇本 看看行不行 我們就準備按3個形式 然後再試一下行不行 其實我們也是模擬按鍵 因為通常去到這個解散 都是由第4的按鍵開始 現在第4的按鍵已經開啟了 接著我們就會看看 完成第4之後 接著會去第5的按鍵 看看會不會懂得解除視窗 第5 第6 解除了視窗 接著就會去到這個畫面 參加這個畫面 來到這個位置 我們要留意一些擺位 尤其是在第2的擺位 第2的擺位 不要放得太低 因為如果放得太低 它又會按了半自動 變成整個劇本都行不了 所以我們第2的擺位 就可以放到這個位置 或者高一點都可以 擺位時間的東西 都是要自己慢慢調整 大約知道的方法 所以到時你自己擺位 或者調校的時間都會比較方便 好了 設定就補完上次的無限自動打 那些不足的地方 問題2 如何儲存劇本 以及如何隱藏按鍵 隱藏按鍵很簡單 只要在眼睛的位置按一下 有一環就可以隱藏按鍵了 我們再按一下 變成沒有一環 這些按鍵就會出來了 其實保留也很簡單 只要在眼睛上面的符號 即是遲點的符號 按一下 就會去到 Safe 介面 免費版的 我們可以 Safe 了三個劇本 我也Safe 了三個 一個是無限升級技能 第二個是單人自動打 第三個是最強OP online 無限打 有三個劇本 如果大家對我的劇本有興趣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我會分享我的劇本給大家知道 看看今次活動的成績表 道具基本上都換了 然後看看強化球員 基本上銅章銀章和金章都換了 強化必殺技全部換了 球員 要換的都換了 都剩下的 你看到那些章 都有些章 金章也有三百多個 如果大家對設定有什麼問題 其實都可以留言給我 我都會回答大家 記住 CLS我 Comment Like 和Subscribe 我的頻道 我的頻道很需要大家的支持 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你們 多謝大家收看我的頻道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的請訂閱我 給個Like我 介紹給朋友 和在下面留個靈言 拜拜 拜拜 拜拜